这是一只会咬人的蜂羊 只要被他啃上一口 就会变成这个熊样 小白三人跳出卡车 蜂羊直接扎到山底下领了盒饭 随后三人决定前往大白的发布会现场 另一边 被咬的小帅也开始发生变异 当他看见旁边的兔子时 便直接抓起来用嘴生啃 很快 小帅恢复了一些绳子 他来到马路上拦下了一辆车 而这 正是小白的哥哥大白 他就是这场生化实验的罪魁祸首 小帅找大白理论 但大白根本不搭理他 小帅怒了 一口就咬在了大白的手上 就这样 他也被感染了 而另一边 狗生走着走着 突然感觉脚特别疼 脱掉靴子一看 自己的脚 竟还变成了羊蹄子 就在这时 羊群大军向他们迎面而来 三人见状不妙 拔腿就跑 一路狂奔 躲进了大白的实验基地 没想到逮个正着 狗生一直被扎在脖子上 晕倒在了地上 最终 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 哥哥没忍心下手 小白带着大美 才逃过一劫 走出实验室 他们被蜂羊追击 于是便跑到处理 动物尸体的巨坑栅栏里 被四面八方 感恩的蜂羊包围住 而这个男人 羊群对他视而不见 是因为他已经被感染 成为了蜂羊的同类 这时小白 一不小心跌进了巨坑里 幸运的是 他们从后山腰的 一个山洞里爬了出来 在一间废弃的小屋里 他们遇见了一只巨大的蜂羊 从蜂羊穿的衣服 大美认出了 那就是师中的小帅 可是小帅已经完全蜂羊化 根本不认识他 小白和大美急忙逃出来 惊慌失措的锁上房门 另一边 被关在实验室的狗圣 身体也发生了变化 瞬间变成了各种羊的形态 而大白的新闻发布会 也正式开始 展示了一下 这个克隆出来的新品种 毛发洁白如雪 有一种贵夫人的气质 只见他不停的嚎叫 好像在召唤着什么 很快 一大群蜂羊便席卷而来 羊群朝人猛冲过去 贱人就咬 十分凶狠 一时间场面惨不忍睹 一个接一个的领和饭 小白眼看着这一切 却无能为力 这时 他奶奶开着车及时赶到 带着他俩离开了这里 而大白的手 这时也变成了羊骑子 他带着贵夫人回到了家里 拔掉了电话线 手机收不到信号 农场和外界彻底失去联系 而小屋的楼下 已经完全被蜂羊包围 导演